解放军的潜见通过第一岛链 是一件很恨书的事情吗 没有吧 这应该是已经很稀中平常的吧 没错的确是 但是呢 它到底是怎么穿越的 这个才是我们这一集 真正要讨论的题目 那不过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先有几个前提 当然我们要做假设之前 我们当然要把前提说清楚 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 通过第一岛链的 不管是北边的对马海峡 或者是东边的宫古海峡 然后我们的焦点 其实是放在北边的对马海峡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 因为对马海峡 它其实比较单纯 它为什么比较单纯 因为它就是去跟回 都是走同一个航线的问题 那但是呢 如果放到宫古海峡 就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放到宫古海峡 不是这样 因为放到宫古海峡 它可能可以往南 经过巴士海峡再回去 或者是它也可以往北绕日本一圈再回去 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们要特别讨论的是单舰 为什么是单舰 而且是当日往返的单舰 当日往返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明明就是派一条船出去做巡弋 而且这一种船多半都是解放军054A的这一种 飞弹护卫舰 为什么是这一种船 因为这种船它最起码 它也可以有八天以上的航行的能力 那为什么 它就是当天往返 然后它到底想要刺探一些什么 它到底想要做什么 其实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单舰对海军来讲 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解放军的军舰 它已经穿越了对马海峡 进入了日本海 或者是穿越了宫古海峡 进入了太平洋 其实都已经远离了中国沿海的相关的海军基地 也就是它的补给跟它的后勤没那么快 那如果是双舰的话 如果一条船生腿了 车也不能用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 总有另外一条船做back off 如果只是单舰 那就大有问题 它小舰闯大洋吗 当然054A的飞弹 护卫舰其实它并不小 它大概也就是4000吨 而且所谓的护卫舰 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巡防舰 那跟我们的成功级 跟矿定级一样 那所以它其实并不小 那为什么它只做这种 很短暂的任务呢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要排除这个编队里头有综合补给舰 为什么 如果它编队里头有综合补给舰 第一个 它一定不是只有两艘船 也绝对不是单舰 它是三艘船以上 那第二个 综合补给舰 它就代表它真的要去很远 所以它上面要准备了燃油 然后准备了一些干货 随时透过高线船地 然后做军舰的补给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 排除编队里面 有综合补给舰的部分 我们特别要观察的是什么 也就是像6月11号 那个通过宫古海峡 进入到太平洋的航空母舰 辽宁舰编队 这个我们就排除 它下面可能有潜舰 可是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 也就像上个月 也就是10月27号 也有一个编队通过了宫古海峡 但是它里面就有903综合补给舰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是 雅丁湾护航第32批的编队 它其实是要回到舟山的 那这个也是它有综合补给舰 那这个我们也排除 它有潜见的可能 那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我们观察这些海峡的变化 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解放军的动态 要从哪里得知讯息 其实日本防卫省统辽木合监部 它的网站上面 有一个专门叫做报导发表资料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公布的资料非常的详细 也就是说只要是进入到日本防空识别区的 不管是载空机或者是水面舰艇 它都会如实的将资料放到这些网站上面 然后也就是我们现在荧幕上面所可以看到的 那它有图有真相 它不管是它有文字 它还有图示 然后它还有照片 也就是说 它都完全的把到底是什么样的飞机 什么样的舰艇 通过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局 它通通都贴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得到资料的地方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里面有所谓的运发干扰机 这一个要特别注意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们不用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资料 来我们从同样一件事情来看 国防部它的资料是怎么样提供的 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 国防部每一次提供的新闻稿 它都是类似罐头的内容 它都讲什么 它都讲中共军机活动全程 国军军医规定运用联合情坚征 并派机建 炎密坚征掌握及应处 确保我空域及海浆安全 欲请国人安心 小舰长很想安心啊 可是 可是我们仔细看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内容 它有告诉你飞机的种类 飞机的数量进入的时间吗 其实没有 它都是概略性的提供 那如果说我们仔细的看国防部的这篇资料 它甚至还有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运八干扰机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很清楚的划出那个航线 也就是运八干扰机 直接通过了那个台湾东部海域之后 直接切宫古水道返回驻地 可是国防部的这一 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这一篇资料 告诉我们 只有轰六轰炸机 它是从宫古水道返回驻地 其他的都是寻原航向 原航向是什么 原航向是巴士海峡 所以我们其实无法掌握真正的状况 只有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可以看得到资料 且慢 其实有另外一个人 他也提供了很正确的资料 网络上很多网友 不要听小监长讲到这里 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说 那个变成了谣声一变 变成了网络保防官 所以你小舰长这样子是泄密啊 我泄什么密啊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外交部 他在推特上是怎么说的 他讲得更清楚 他讲说有24架战机跟5艘船 来通过这个海域再进行演习 是不是讲得更详细 他连数量都出来了 但是其实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他只讲到有四架轰流轰炸机 跟一架运八干扰机 但是他没有讲到有这么多飞机啊 请大家按赞分享订阅 还有随时要开小铃铛 为什么 小铃铛开启了 如果有突发的军事新闻 小舰长可能随时直播 大家就看了 会马上收到通知 所以小铃铛也是很重要 好